元朗雨后公布价单 首批68伙 平均赤价近14500元 入场价395万 开价低于部分民近二手屋苑 但你相信随着整体市况改善 二手购买力都将会持续補转 九仓吴天凯华 个别大型商场 去年租金收入下跌 又认为零售市场 今年全面复远机会不大 欢迎收看日日有楼台 我吴彩營 先跟进一下一手的开价 元朗雨后首批68伙 平均赤价近14500元 不至于屯门Lofo第二B期 星期二折收大约9900飞 超额应够大约57倍 市况回暖 早前两个全新盘首轮即日沽清 不少发展商重拾推盘步伐 而且开价仍然克制 其中星星地产旗下元朗雨后 星期二公布首张价单 涉及68伙 互形由开仿式至三房 实用面积介乎276至717尺 自实价大约395万至1145万 平均尺价近14500元 入场单位来自五楼H室 实用面积276尺 开仿式间价 自实价大约395万 赤价大约14300元 区内对上一个推售的新盘 是新地旗下The Yoho Hub 在2021年12月推出 当时截实平均赤价大约19800元 雨后低大约27 同期楼价更下跌大约1成2 不过两者位置上有分别 The Yoho Hub位于港铁元朗站上概 而雨后走去朗平站就需要大约6分钟 至于对比同区的二手屋苑 赤价分野比较大 雨后10分钟部程内的物业 包括朗城汇、影域和上豪亭等等 近期赤价大约13500元至17300元 雨后开价低于部分邻近屋苑 但如果比较元朗站附近的物业 例如Gran Yoho、Yoho Town和Yoho Midtown等等 近期赤价大约15600元至16900元 雨后就低大约7分至1成4 发展商表示 项目示范单位将会在星期三对外开放 最快下个星期开售 雨后关键日期是今年12月底 留花期大约9个月 项目前身是供下 星星地产在2016年以大约3亿4千万救入 其后在2021年以大约8亿1千万保地价 折合每尺楼面地价大约4780元 同期推出的新盘 有例星期下官唐波Residence 星期二上载销安排 尽推首张价单全数56伙 在这个星期录作首轮销售 另外希臣轻业和香港轻业旗下 位于大埔的临海山城 最近获批满意指 发展商推出53伙 在这个星期六起招标发售 当中包括34个标准单位 17个特色单位和两座阳房 发展商也推出新的付款计划 例如先租后买计划等等 项目自去年8月推售至今 以招标形式沽出17伙 套现大约4亿3千万 平均赤价大约18300元 无线电视何子山报导 虽然近日楼市焦点落在一手新盘 不过有代理就说 整体入市气氛好转 都有助带动二手的交投 还相信涉及个案会进一步减少 楼市整体气氛好转 但随着市场将部分焦点落在一手盘 市场的二手买卖轻微放缓 根据代理行的数据 全港50个指标屋苑 在上个星期总共录得177宗买卖 比起前星期的179宗轻微减少 在近四个星期以来最少 成交中数在180宗边缘徘徊 有代理预计 不随着整体市况好转 二手市场的购买力都将会持续好转 在置一手市场的竞争 因为最近看到发展商都很积极地推盘 而且是一个比较贴市 甚至是低市价去推出的 去吸引市场的购买力 所以变成有些部分购买力流转到一手市场 令到二手稍微减慢一点 但是相比之下 其实都不算太差 都维持到一个 就是之前疫情之前 是相对好的水平 在气氛利好之下 二手买卖的造价已经回复不少 不过在市场上仍然见到有涉量个案 最新是来自大埔白石角云汇 单位实用面积大约780尺 三房一套 二价之后以1042万沽出 赤价大约13257元 原业主在2019年以1284万买入 此货大约4年转售 账面涉大约242万里长 单位期内贬值近两成 同样在2019年 买入大埔天钻的业主就相对幸运 当年以639万买入一个两房单位 最近在多番二价之后 以672万成功转手 单位实用面积509尺 平均赤价13202元 单位期内升值大约半成 去年市道一般 年带哥比大型商场租金收入下跌 不即使今年有通关的利好因素 但业内人士就仍然认为 今年的零售市场全面复原 机会不高 零售市道未完全复苏 个别大型商场 去年的收入络得下跌 作为铜锣湾零售指标之一的 时代广场 去年年底出租率虽然升至9成4 但由于市场租金调整 商场部分收入按年要跌1成9 至于鑽石山荷里活广场 同期收入也下跌4分 表现比较好的海港城 收入也只是按年持平 持有相关商场的九仓置业表示 本港和内地通关后 市场稍微活跃起来 但零售市到何时才能全面复苏 仍然有不确定性 至于零售商铺市道率先有起息 有代理表示 现时各区零售商铺的空置率 已经有改善 其中中环空置率 已经由两年前大约两成 会落至近期大约一成三 各区的租务成交也开始加快 先由一些民生用品开始 就算我们看到 好像中环好 铜锣湾尖沙咀旺角这些 基本上又有本地的消费客 也有游客 近期看到租务状况一路改善 什么行业类别会首先去落位 原来就是那些做药房、药妆、化妆品店 珠宝、金铺都开业了 另外一些传统一些的 医理鞋物的连锁店都开始租位 还有一个现象 就在去年第四季开始 餐饮业对于租铺都挺活跃 近期市场六得一中 奢侈品牌进驻核心区的租务成交 市场消息指 一间上市珠宝连锁店 新近以月租超过60万 租用铜锣湾罗素街8号 一间建筑面积大约3000尺的地铺 如果以实际租金计算 比上一手同业的月租大约130万 回落超过五成 无线电视何子山报道 先休息一会 回来每周有损盘 会讲一下自通关之后 九龙集物业的作价有没有跟随上升 现在是不是入市的好时机呢 回来节目时间 年初至今市场上有多项正面因素 带动楼市复苏 譬如在通关之后 向来受内地客欢迎的九龙集 见到放盘看楼两刀倍增 成交作价又有没有跟随上升呢 首持4000多万的预船 可以找到什么质素的放盘 这一区未来的升值潜力又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看看 疫情困扰本港三年多 各区楼价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重灾区九龙站为例 二手物业的成交价 普遍由高峰期回落一成多 租金的跌幅更加超过两成 不过随着本港同内地恢复通关 和撤销口罩令 楼价和租金都逐渐稳定 而近年少见的内地买家 更是第一时间出动来到香港看楼 代理说他们的目标 多数是2000万左右的单位 正式通关之后 查询九龙站物业的内地客是非常多的 我们试过一天接到超过10台客户看楼 他们都会有计划移居香港 作为一个自住的用途 而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一些 2000万左右的楼价去看楼 因为部分的内地客 其实都不是一个永居的身份 是要付这个百分之三十的印花税 如果是相应一个2000万左右的物业 它会付税大概600万左右 可能就是他们的预算入境之内 至于受本地客欢迎的三房大户型 入场费就要3000万以上 其中以行拢火泊港帖发展的 军林天下户型选择最多 全盘1100多伙当中 三房占比大约七成 全部是年工人套房的设计 面积大约1000至1123尺 部分仍提供露台 三房的性价比比较高 因为间隔的方正 另外每一间房平均都比较宽大一点 亦都负责一个大露台 九龙站来说 负责有露台单位的选择 其实就不算是多的 而它的露台的面积 亦都相对其他屋园是伟大的 是相对不会有一个扭望楼的情况 景观比较开扬 另外三房间间隔 又负责一个工人房 会适合一些用家或有家庭的租客 参观的放盘位于二座D室 实用1056尺 经过圆关系长型大厅超过280尺 相当宽敞 虽然楼宁接近20年 但墙身地板的保养都不错 北面是落地玻璃堂门 连接一个大露台 望市区景 由于家屋围住极高层 景观不会有遮挡 可以远望至狮子山一带 都可以侧望油麻地避风堂 而楼下就是港铁九龙站 住户出行相当方便 来到主人套房 同样向北望楼景 尋区位置开积市站 药膜150尺 轻松做到山边落床 还有只对楼窗 方便空气流通 陶瓷的面积都不小 有近60尺 相当于普通单位的一间小房 可以同时容纳到浴缸和棋缸 结具等保养都理想 单位现时叫价3600万 折合赤价大约34000元 虽然是屋苑的低价放盘 但对比同区一些三房放盘 赤价就偏高 投资者Lucy解释 君临天下的落成年份 虽然跟周边其他屋苑差不多 但销售周期更长 到2007年才开始大规模卖楼 导致一手的赤价已经偏高 这个屋苑的发展商 因为持货能力够强 所以当时很多单位都没有卖 而是后来才慢慢开出卖 所以你看到大部分的业主 由于它的买入价已经偏高 所以成交的时候 未必留有很大的减价幅度 所以成交的赤价也是平坏高 再加上景观方面 这个屋苑是所有五个屋苑当中 景观海径是最漂亮的 所以分钟到五万、六万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准备平均的时候 就会看到平均尺价可能会偏高 两间小房并排 座向景观都跟大厅一致 面积亦都差不多 分别大约65呎 可以放到双人床 只不过开继片长形 需要靠墙摆放 对面是大约40呎的洗手间 设有棋缸方便打理 而且同样都有窗 是名次 而厨房和工人房 就分别设在圆关两边 其中厨房的面积都挺大 三边都有工作台面 备餐空间充裕 还有内陷式冰箱 洗衣机 保养都不错 而对面的工人房 面套似面积超过50呎 开职示阵 不需要请工人的家庭 日常可以用来做储物监 都相当实用 代理话 单位位置高层 景观保养都不错 是屋苑的优质放盘 除了自住买家 租务市场都很受欢迎 特别是早前租金有所调整 吸引不少外区租货入住 疫情前 其实一直均临天下的租货 都很受欢迎 可以做到近乎60元的水平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其实租金已经回调到 跌下50元的水平 但同时也吸引了不同区的租客 或者过来看楼 租货的成交量 影响不算太大 每个月都超过10宗的成交租货 都很稳定 Lucy都看好屋苑的租金 随着通关会再上一层楼 加上政府近期推出相应的政策配合 未来这一区的租赁市场 需求会进一步加大 现在是抢人材的计划 我们都相关移民的朋友有聊天 以前政府可能真的六个月 成一年才能批的案 现在会先一个月已经审批了 所以过去这两个月 其实很多的案件已经批出了 这些由于未够七年 你去买楼的时候 相对来说税务会比较高 所以租反而就会比较大往 尤其是九龙站 我相信都是内地的朋友 非常喜欢的一个地区 下半年都有机会 反弹上去到60尺租 总结参观的放盘位于极高层 虽然不能享有全海景 但市区景都相当开扬 楼下还有陆化园林和观景台 交通都非常方便 而赤价大约是三万四千元 符合屋苑市价 比伦均临天下 由新地发展的海船门 都是属于区内尺价偏高的屋苑 除了因为外形独特 有品牌效应之外 项目还提供不少的小单位 拉高了屋苑的平均尺价 海船门会有很多小的单位 大约400尺可以找到一房 500多尺就是两房 因为小单位的尺价 普遍都可以做到三至四万元的尺 同时就会拉高了整个屋苑整体的尺价水平 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空中会所 会在59楼至61楼层数 是拥有一个维港海景的会所 泳池或健身室或演会厅 都可以看到维港海景 屋苑在2006年入伙 提供大约1050个单位 涵盖395尺的一房至2700多尺的五房 除此之外 顶层还设有五个三层幅式单位 面积超过4300尺 介绍的放盘位于2A座高层 实用970尺属于三房套年工人套房的设计 参观一行内拢 大门旁边是厨房超过70尺 可以同时容纳到多人下厨 扶切U型工作台面都有不少的厨柜 只不过款式就有些旧 走出来的长型大厅采用两边厅设计 间隔分明 约网240尺 铺了深色木地板 连接大约35尺的露台 向西、望来园和避风塘海景 虽然不是屋苑最优质的景观 但视野都算是开洋 不过地砖保养就一般 见到有明显水积 三间房由长走廊相连 座幸都和大厅一致 尽头的主人套房超过160尺 除了空间比较大 楼底都超过11尺 业主员长生订造到顶衣柜 收纳充裕 套廁同样有齐棋缸和浴缸 而且保养新增 旁边的两间小房分别大约60尺和70尺 同样有窗台 幸好开即市镇 家司摆位灵活 在三房来说 今天我们介绍的尺数 属于大三房 属于沿海景 沿海景要高于会所的层数 才要付出一个楼堂 另外楼底会比较高 也有工人房的设计 也受到一些买家的欢迎 房盘现时叫价4300万 尺价高达44300多元 贴近疫情前的价钱 而屋苑的三房单位 近期成交尺价就介乎 33000多至37000多元 不过投资者Lucy说 部分低价成交未必贴近市价 准买家要留意 今天在九环站屋苑 成交量总体来说是少 而当中很多的低价 可能都是一些内部的转弱 因为可能早期 真的两个人联名买楼 一些这样的案件 趁着现在这个时势 就变成内部转弱 所以这个价钱 就未必真的可以作为参考 大家去买楼的时候 主要我都建议大家 可能参考银行股价为主 但当然也要留意 银行股价也是有点滞后的 最近这一排的楼市调整期 相对来说银行股价也是偏低 所以这一期买楼 变成大家的资金 可能有准备的充分少少 有机会银行的股价是不足的 总结参观的贩盘 同时享有高铁和港铁 两大交通网络 住户出行非常便利 而配套方面 空中会所更加是一个卖点 只不过业主叫价偏高 可能要等楼价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才更加容易出售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 荃湾近年有不少工厂大厦都积极转型 座落在这一带的住宅 居住环境明显有改善 现在有什么选盘选择? 投资价值又是怎样? 敬请留意下星期每周有顺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提提大家 星期三晚财经体育资讯台 会有赛马直击 日日有楼体会移私 无线新闻APP直播 继续为大家跟进本地楼市的最新消息 节目并且会在晚上11点05分 财经体育资讯台播放 敬请留意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